他是谁,原本是从巴巴岸开始的,但是越往后,反而开始走起了偶像飓风,谈情说爱起来了,虽说两人都是单身,也是正常的,可是能不能把重点放在巴巴岸上,而不是魏国平能不能跟聂小语在一起上面呢? 金兰更新的剧情,聂宝华和聂小语双双被赌,明明魏国平都提醒他们了,结果这俩兄妹没一个放在心上,导致什么状况呢? 两人都差点被杀,依我看聂宝华,这大哥当的一点意思都没有。赵刚和赵士杰的密谋,早在聂宝华为了找到割喉凶手,放弃趁机逼迫电机场的人搬迁开始,赵士杰就知道他有别的想法了,所以选择和赵刚密谋合作,除掉聂宝华。 实际上电机场这次的意外,就是蒋广善所为,他找到赵士杰之后,并没有杀他,他的目的是钱,所以他选择和赵士杰合作,然后从他那里拿钱给妻子看病。 而赵士杰正愁不知道怎么拿下电机场,因此两个恶人一拍即合,开始干起了坏事。 因为聂宝华对电机场还是有感情的,所以赵士杰想把他踢出局,于是就来了宝丽苦肉计这么一出。 宝丽为何这么恨聂宝华? 宝丽唯一的弟弟胡子,当初是为了帮聂宝华做事才被害死的,而且聂宝华不愿意为他弟弟复仇,所以宝丽心怀怨恨。 实际上胡子的事赵刚一手造成的,聂宝华早就不让他们自作主张行动,赵刚还是怂恿胡子,害死了他不说,还利用他忽悠宝丽,律了聂宝华。 一个大佬,被人律了居然还放他和赵刚在一起,而宝丽富商找上门,就是苦肉计,聂宝华毫无防备地说出自己的行程,我真的怀疑这位大佬的杀法果决呢? 之前一直觉得宝丽没有大嫂的气质,直到她对付聂小宇时,对三伙痛下杀手,对聂小宇的心狠手辣,这才符合大嫂的人设。 可惜聂小宇并没有死,我觉得这里假死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为国平就范吧。 让她的爱彻底暴露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,这样她就没办法逃避了。 可是我想说,你俩在这恋爱,想过八八案没有? 自从赵世杰出现后,八八案虽然有题,但是细节线索,头绪全无,可以说是全面发展感情故事了。 连顾开言都打翻了醋坛子,所以有些人觉得后面没刚开始好看了,也是正常的。 毕竟实弦一句,后面的主线都乱了,还怎么好看呢?